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博明汉珠宝区博物馆 追溯历史,这里为其珠宝制造而久不盛名 而且直到今天,这里产出的珠宝总量 仍然占到全英珠宝制造总量的40% 这座古老博物馆也被伊格兰遗产委会称为国家宝藏 现在我所在的这里就是博明汉珠宝区博物馆了 时间追溯到1981年 当时Smith & Pepper先生因为无法继续销售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珠宝 也没有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的家业 于是他们只好关闭了曾经他们生产珠宝和制造珠宝的Smith & Pepper珠宝公司 而作为曾经古老的珠宝工坊 这座博物馆正是围绕着历史上完好保存下来的Smith & Pepper 珠宝制造公司而建 当时的Smith & Pepper公司呢 正是因为他们所设计的蛇形和竹节形的金手镯而声名大正 而如今连Gucci都采用了相似的设计 想知道几十年前在珠宝区工作生活是什么样吗 来这里看看吧 这里呢就是1981年Smith & Pepper先生所留下来的办公室了 当时呢他们只是关闭了工厂 你锁上了大门却并没有意识到周围我们后代留下了多么宝贵的时间胶囊来参观 在这个古老的珠宝工坊里呢 您不仅可以看到当年传统的珠宝制作工具和设备 还可以了解他们的制作工艺 是不是很精美呢 在工坊 工作人员将现场演示原始机器的原理和用途 像这样将图案冲压在金属上 然后像这样切割剪裁它的边缘 同时您还可以看到用于加热金属的工具 加热后的金属更加方便制作和调整 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 其实呢每一件值得出来的珠宝都需要由珠宝鉴定中心 进行鉴定和标记 而博明汉的这家珠宝鉴定中心 便是全营仅有的四家珠宝鉴定中心之一 最忙的时候呢 每天大概有十万件以上的珠宝 在这里进行鉴定和标记 如果呢 你想体验一家珠宝手工制作 不妨来参与我们的手工珠宝体验活动吧 在当代珠宝专家的指导下 进行尝试制作一些银饰或者说一些珠宝 比如说做一个银吊坠或者一个银手镯 或者一个银签链带回家 是不是一种很完美的体验呢 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我们为游客提供展区和珠宝制造车间的翻译 心动了吗 赶快在这里探索一下 开启您的艺术之旅吧